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后面,我是讲故事的Ben 前阵子我们介绍了日本爆红18岁少女Ado 那在今年的欧美乐坛正好也出现一位年纪同样也才刚满18岁女孩 以一首神曲Driver's License爆红 并在多个国家中取得到单曲榜的冠军 歌曲MV至今也在YouTube达到2.2亿的点阅 在前几天5月21号也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Sour 如同齐鸣这张专辑的主轴就是在探讨青春期少女在恋爱时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一发行就强势席卷全球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媒体都用霸王级新人去称呼她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听到用霸王级来去形容人 王老师想至少我们终于有了新的形容词 而这席卷全球的现象不禁让人联想到2013年的RODE和2018年的Billy Eilish 都是在不到18岁时以首张专辑就取得到巨大成功 但他们彼此之间不管是在人格特质上还是音乐形象都有各自风格 却都是足以代表年轻世代的音乐领袖 这正好也反映出了不同时期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喜好上的改变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下目前欧美霸王级新人Olivia Rodrigo 在在开始之前也可以先帮我的脸书专页按赞或是追踪我的IG 我现在时常都会在那边更新更多音乐消息的故事喔 还有也可以先按下个订阅不错过任何全新影片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Olivia Rodrigo 2003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他其实是一个混血儿喔 身上除了有来自妈妈的西方血统外 他的父亲则是来自菲律宾的一三代 他们家也都是以菲律宾的传统来生活喔 仓桌上时常会出现来自菲律宾的料理 他本人也说过他可是春卷的头号大粉丝喔 从Olivia有记忆来就在唱歌了 在幼稚园的时候开始正式的声乐训练 本人对于表演的欲望也非常强烈 8岁的时候参加了各式的才艺比赛 我们也能从待会的影片发现 年幼的他就展现出他惊人的唱功 和对于舞台驾轻就熟的掌握能力 除了唱歌以外他也热爱演戏 正因为如此他很快的发现 自己是一个天生的表演者 并开始寻找更多的曝光机会 对于Olivia这个决定 他的家人选择全力支持他的梦想 曾经为了参加试镜 带着他来到了90英里外的洛杉矶 他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 在15岁那年得到一个机会 担任电影中的女主角 隔年更是成为了明星制造机 迪士尼的应援 从2016年到2019年 参演了迪士尼出品的电视剧 Bizzoar The Bark 因为这部剧的关系 让他学会了如何弹吉他 成为他之后爆红的契机之一 但真正让更多人认识到他的作品 则是同样由迪士尼出品的 2019年歌舞青春电视剧 看这个名称就知道 此电视剧是翻拍2006年的 歌舞青春系列电影 用全新世代的演员 来重新诠释这经典的时代之作 让人不禁感慨 唉 原来我已经老了 而Olivia在里头饰演重要的角色之一 当剧中的工作人员听闻 Olivia会写歌时 也给她一个机会 展露自己的音乐才华 除了与剧中演员 Joshua 一同创作的just for a moment 还有自己独挑大梁的歌曲 All I want 虽然这首歌没有做过多的宣传 却意外的获得到不错的成绩 成功打入了告示牌 百大热门单曲的第90位 也在美国年轻人使用的TikTok之间 不断传播 成为了歌舞青春电视剧中 最成功的歌曲之一 但有趣的是 让他开启自己音乐生涯的歌曲 却不是这首歌 而是一段来自IG 随意自弹自唱的影片 在这段55秒的音乐之中 歌词是以一个刚失恋女孩的视角为出发 说到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很好的人 但不要比我更好 我希望你能开心 但不要太开心 这种心态虽说矛盾 但正好刺中 每个人压在心底最真实的话 到底谁分手会释然啊 我才不希望你这离开我的家伙 找到比我更好的人 才不希望你能过得太快乐 也正是这种鲜明的创作风格 吸引到制作人Daniel Nigro的注意 他马上联络上Olivia Rodrigo 并开启了他们的创作之路 随即在2021年的1月8日发行单曲 Driver's License 作为他的出道作品 Driver's License同样也是一首失恋的故事 讲述女孩原本与男孩讨论 考到驾照后 就能更藏在一起 本想到最后虽然拿到驾照了 但两人的关系早已结束 最终只剩下独自一人驱着车 回忆起彼此的过往 开往一片寂静之地 当提到这首歌Olivia说到的 这首歌是他在6个月前所写的 那时而他刚拿到汽车驾照 在家里附近开着车 听着一些悲伤的音乐 而那些随着分手带来的焦虑和悲伤 以及不安全感 让他永远灵感 回家后他将自己日记中的一部分 当作歌词作为创作的起点 也正因为如此 许多人揣测这首歌是Olivia写给同样 参与歌舞青春电视剧的男主角 Joshua 两人在拍摄歌舞青春的过程中 曾经传过绯闻 而Joshua之后也有出了一首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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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两人对此谣言都表示否定 但我还是一句 八卦真香 有些事情是Olivia考驾照之旅 也是一波三折 这边可能有人会困惑 这时期的他不是还没满18岁吗 其实在美国的许多周 16-7岁就能去考驾照了 他前两次报名考试 却因为和歌舞青春档期撞到而取消 第三次他带着妈妈的车去考试 结果在测试喇叭时发现坏掉了 只好被迫下次再来 让他直接在肩里站崩溃大哭 好险最后在第四次终于考到汽车驾照 才催生出了这首歌 害我想到我考汽车驾照也考了三次 回到音乐上 这首歌以汽车驾照来去连结青少年的形象 马上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因为年少时的爱情是那么的简单 却又那么的刻苦铭心 我们在青春里燃烧爱情 却同时在爱情里迷失自己 年纪18岁Olivia将她自己身处在这实情的心情 透过音符传达出来 这种在音乐里毫不掩饰的情绪 得到了巨大的成功 发布集三天 歌曲在Spotify上单日播放达到1517万次 单周播放则是6000多万次 成为了平台上累积最快的播放次数单曲 不止如此 她本人也是Taylor Swift的超级粉丝 在不少访谈中也实际提到Taylor Swift 对她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在这首歌发布没多久后 Taylor Swift也不吝啬称唱她说 I said this my baby and I'm so proud 对Olivia来说真的是又惊又喜 还将这段留言拍摄了一段影片 之后在前几个月的全英音乐奖上 两人以音乐家的身份首度碰面 堪称最新的最佳典范 在这首歌爆红之后 也有一些或是说很多细心的听众发现 这首歌不只是歌词 连歌名都有文法错误 只要一个撇号 应该是Driver's License台队 她本人也坦承这首歌到处都是这样的错误 不过这也不影响她的爆红 直接通降英国与美国的排行榜冠军 更连续六周占据了 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榜的第一名 以新人来说 这样的成绩真的是相当耀眼 Driver's License的成功 同时激发起了Olivia的创作能量 原先她本来只是想要制作一张EP 在这之后直接决定 以这首歌延伸出一张专辑 首先在4月1号 陈胜追集 推出Driver's License的姐妹歌曲 Déjà Vu Déjà Vu来自法语有祭祀感 幻觉等意思 这篇则是延续着Driver's License 可以看到歌曲开头 Olivia独自驾车来到了旧爱的新欢家 回家后幻想着自己就是那位女孩 穿着跟她一样的绿色洋装 做着和她相同的事情 催眠着自己与男孩的恋情还未结束 歌词也不断讽斥着对方 你只是我的替代品 她为你做的一切曾经都属于我 在副歌则是访问男孩 难道你没有感到一样的祭祀感吗? Olivia Rodrigo的歌曲 老实说相当幼稚 从Driver's License 到Déjà Vu 和之后的第三张单曲 Good For You 我们仿佛参与了这位少女的疗伤旅程 从最初的悲伤 到质疑 以及最后的愤怒 这种毫不掩饰的幼稚感 反倒成为她的一大亮点 毕竟谁没有年轻过呢? 况且Olivia本人目前也才18岁 显得她在歌曲中所释放的情绪 再真实不过 录影出许多人年少时那简单争执 且刻骨铭心的爱情回忆 在5月21号时 她也发行了她的首张专辑 Sour 就像是我先前所提 整张专辑中 她用最赤裸的话语 丰富的情绪 表达出一位少女在感情中 所经历的酸甜骨辣 这张专辑中也听得出来 许多人的影子 除了有Avril Lavigne Roll of the White 专辑内的一曲 One Step Forward Three Steps Back 创作名当中也出现了 Telis Weave的名字 因为这首歌的灵感和歌曲概念 就是来自泰特斯的作品 New Year's Day 以及Dear John Charmel 这边不排除提告哦 没有啦开玩笑的 这种将不同前辈的元素 融合出自己的风格 正好反映出了 Olivia Rodrigo 这种历世代独特的优势 在玩物世界的成长 他们比起过去 更容易去接触到 不同风格的音乐 将这些前辈的音乐 拆解再吸收 最终创作出自己独特的音乐观 也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的历世代 带来更多全新的声音 好那记得介绍先到这边 喜欢的话也欢迎按赞分享个 也别忘记订阅 或是追踪我的脸书或IG 看更多的音乐故事哦 还有可以以每个月45块支持我 就这样 下次见 拜